战战兢兢守了一天 以防技术搞事情 谁知道人家只是在玩望中捉鳖 成功抓住了都会 可是 那些黑火药又是干什么的吗 今日 本王为你准备了惊喜 惊喜 什么惊喜啊 这 怎么回事 烟花呢 那 原来是烟花啊 你又做了什么 大概 也许 是我不小心又弄坏了吧 那我以为你是用来做别的事呢 所以 你都知道 知道 知道是什么呀 本王 喜欢你 只要我用我的花式月儿经 一定可以把难关拿下 你无儿无女 何来的月儿经 莫非是王妃 小微殿下生儿育女啊 这是属下 去鬼市寻得的一好物 这叫宋子丸 你怎么了 男人吃了该丸 妻子便能如愿有身孕 你喝酒了 你要干嘛 耍流氓 我没想到 宋子丸 就是没有 东正司舞座 林溪遥 参见皇后娘娘 你怎会进入本宫的品茶会 她是我请的 她是我请的 不停 我 我 即便是公主和绿王妃的朋友 但她一个身份卑贱的武坐参加 只怕太子殿下和皇后娘娘 会被她扎扰了晦气 没说老夫的女儿 身份卑贱又晦气 定国公 师弟 那他怎么受呼啊 参拜皇后娘娘 定国公 本宫记得你本有一女 幼时便已遗落边境 林武座怎么突然成了你的女儿 林夕阳 正是老夫 失散多年的女儿 对了 瑶瑶是定国公的女儿 前些日 我才查到信息 你被一个老五座收养 老天有言 多年后让为父 失而复得 自到那日 发现 你与你母亲十分相似之后 为父就调查了许久 一直在找机会 想与你相认 瑶瑶 微臣 想与绿王殿下 亲上交亲 我 我 你的意思是 你想让本儿 娶令爱 记住 这是要娶瑶 不要 太子早晚会登基为王 让令爱做太子妃 以后不就是大梁的新后了吗 这样的安排 对于林溪瑶而言 岂不是更为妥 话是这么说 但微臣从棋局上 已领略了绿王殿下的 心晋雄略 加上围招一事 更让臣折服 所谓谁能笑到最后 还不是定数 定国公的好意 本王心领了 但恕难如愿 为何 本王已有绿王妃 西楚为了我 放弃了拉朗定国公 救命啊 来人 快来人 冤枉哪儿 快救走 是 是 快救我 绿粉 快救我 快救我 我小说里什么时候跑出了这么个图案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 这个图案到底是什么意思 从未见过此图样 像是某种图腾信仰之类的 又或者是某个神秘组织的标志 我觉得第二种可能先答应你 你是如何知道这些的 电影里不都是这么样的吗 电影 这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果这真的是某个组织的标志 那么 那么拥有此文身者 皆为一道 我和大反派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有默契了 小妍 殿下有何吩咐 全城秘密搜捕 拥有此文身者 是 好热闹啊 好热闹啊 因为今日是一年一度的拜月节 拜月节寓意着团圆 据说两个相爱的人 如果在今日完成了拜月仪式 就可以白头偕老 不离不弃 拜月节可是我男女主定情的日子 所以怎么如此 所以怎么如此 我和婉儿分别约好了瑶瑶和季云 今晚一定要让她俩的爱情走上正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 我们快去和婉儿混合吧 你快点 家晚就来不及了 何必如此着急 皇后娘娘 若要执手取得两情相悦 太子殿下并无迎娶西遥之意 还请皇后娘娘去 谁说本王没有娶你之意 本王愿明媚正娶西遥 做太子妃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定国公之女临氏 温婉淑姨可为家偶 着有思几日 因婚敦目 以为朕心 亲此 儿臣 领旨